乌统的柔州主席哈斯尼 他昨天就有一番爆料 而这个爆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五报的大标题 他昨天在这个麻婆出席党内活动的时候就说了 自己收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 今年3月宣布不再竞选的行动党元老林吉祥 或将继续在来自大选参选 而且将会转战巴吉里国席 以增加行动党在这个国席的胜上 哈斯尼还进一步的声称 以上这个决定呢 已经在行动党最近的会议上面通过了 而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哈斯尼是觉得林吉祥 优转对国阵来说会是一件好事 将有助于国阵重赢巴吉里国席 因为这就好像前首相马哈迪 不断的在退休和上阵中改变决定 所以哈斯尼对林吉祥付出是表示欢迎的 至于巴吉里国会议员杨美宁 大家都非常关注他的动向 而且呢 在近期内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谣传 其实早前就有传言指呢 因为派系问题 那令他面对基层的压力 同时呢他自己本身首土意愿也不高 谢谢大家